所以像还魂时 启阳时 木鱼时 表示古人承认 如果我们用同样一个人体本来的共振波 一直振一个人的时候 第一个它就会有这么多的作用 怎么制呢 就把它摆在身体旁边就好了 石头怎么制定 就是把它摆着 古人有很多方法我们失传 而且这方法是很简单的方法 好 这个像这个树文里面也 它告诉你说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很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石头摆着会有这个功能 虽然我们讲共振 其实那个是一个科学的说法 在古代它也有它自己的解释 它说我们身体大大小小 大概有366个穴位 每一家说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根据皇帝内经最早的说法 就是366个穴位 这些穴位大的穴位有12个 大大小小全部366个 所谓的邪气 我们会生病就外来的邪气 就会伤害我们不好的东西 都会存在哪里 存在这些穴位 那共振 鞭石共振 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气 存在这些关节的地方 通通把它振出去 所以白颗石头共振就好了 它跟你讲的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发现 鞭石在后代的记录非常多 但在根本的经典像 皇帝内经 他反而没有讲很多 就没有跟你讲很多理由 就跟你讲要摆个石头就好了 像这一篇最典型 皇帝问他说 锦庸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甲状腺腫瘤 腫瘤长在脖子 就叫锦庸 或石自知 或针灸自知 而皆宜 他说 甲状腺腫瘤 我们摆个石头会好 用针灸 爱灸都会好 为什么所有方法都会好 他的寓意跟他说 同名益智 同一种病名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智法 庸 他说 长一个瘤 有两个原因 这一篇在告诉你说 古人把这些东西 解释得非常简单 他说长肿瘤只有两个原因 气之喜者 第一个叫气之喜者 就气走到这里 不走了 所以他推来的垃圾 就推到这里 垃圾车 就在这里倒垃圾了 所以长在这里 就这样 气之喜者 如果是这个人很虚弱 我们用白话讲 这个人很虚弱 他气不强 他有肿瘤 那就是他的气 没有办法把这些代谢物 推到我们的排泄系统 推到半路就停在那边 所以长了肿瘤 这样的状况 用针 用针 开除 听好 针是扎进去的 所以叫开除 用扎针的 那如果是气胜血剂 意思就是说 第二个病因 气胜血剂 就是你吃得太好 气血太强 那产生的代谢物也多 推不出去 这个时候呢 以食而卸之 用个石头 帮他输卸掉就好了 他没有说用石去开除 没有 其实我们研究了半天 我们一直以为 石头可能要磨成刀状 什么 通通错 我告诉你 就是摆在旁边就好了 所以我们终于知道说 古人用字浅词非常精准 他假如要侵入性 进入皮肤 他一定用开除 就把皮打开去 把皮肉绽开的意思 那用石头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用这个开字 他就叫卸之 直接摆在那边就输卸掉了 那古人知道 这个叫输卸法 不侵入 那我们终于理解了 因为物理所告诉你 原来他就是共振理论 不信者 我告诉各位 能信吗 不信 自古以来 非常简单的方法就会失传 这是我们研究的结论 太简单的方法一定失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复杂了 讲白了就这样 我自己吃素三十多年 我读佛学院毕业 我去短期出过家 我研究佛法研究到现在 我的心得就是这样 简单讲就是 你的心简单 你就跟很简单的方法相应 你的心很复杂 你就会有一个很复杂的方法相应 所以当你得了肿瘤 我告诉你说 摆个石头就会好 你打死不会信 这种人就是心态学着 但是他要怎么样呢 他要去医院以后 用了几亿的设备 帮他扫描了 检验报告要写一大本 然后最后跟他讲 要开刀 要画了 堆堆的时候 他相信 这样会好 因为他的心是复杂的 所以他相应复杂的方法 我深深的感受 我在做实验的是这样 我一个学生头痛十年 头痛了十年 他刚好开车经过我公司 我刚好在实验 他说 老师我能不能进去 我头痛得要命 我去你公司 让我坐一下就好 我说好 他说我不会吵你 我说好 我刚好在实验 上来 我就拿一个鞭石的布 给他放在头上 放个马表 我说你给我计时 几分钟 有什么感觉 你记下来 他最后写给我是 五分钟 觉得有热热 十五分钟 头痛缓解 一小时之后 就不痛了 然后回去追踪了一个月 从此不痛了 然后我就问他说 我把你的头痛弄好了 你愿意付我多少钱 他想一想 他说 老师 给你三百块 那我问他说 为什么三百 他说老师 你什么都没做啊 你就放个布 然后你就走啦 然后布我最后又还给你啦 你就放个布 然后什么都没 一小时啊 一块布租我 放一个小时 三百块很好啊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有 绝对有道理 他不会用 他头痛了十年 我把它弄好 这个角度去思维 他会来估计 我花了多少力气 而愿意付我多少钱 所以我应该 要做一些法事 然后把一些水果祭天 告诉他 然后最后跟他讲 三万 他就付给我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治病 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越简单 越容易失传 古人也是这样 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你 基于鬼神者 其于其病也 基于鬼神者 不可语言自得 二于真实者 不可语言自强 病不许自责 病必不自 自知无功 好解释给各位听 他说一个人如果生病 就去问鬼神 求神问谱 这种人是没有德性的 他是没有德性 因为他只会外求 不会内省 懂吗 所以这种人没有德性 只要求神 给我病 给我好 然后我会给你供养 什么跟福爸 菩萨谈条件都对了 那我觉得他应该 去找保险公司比较好 因为菩萨很倒霉 吃一颗苹果药 保证他儿子考大学 第二颗苹果药 他老公什么 事业顺利 哇 那个菩萨一定赔钱的 不可能的 所以当你治病 你这个叫交换条件 这个叫没有德性的人 在讲的话 所以古德 再素问 再黄金内经就告诉你 只要一生病 就跑去宫庙 或是不管我们讲任何 只求鬼神 不问真理 这个叫没有德性的人 恶于真实 什么叫真实 就是说 他对这种 很简单的治疗方法 你说拿个石头 放着睡觉会好 他不信 不可于言自巧 就是这种人 你就不用跟他谈 医学的巧妙了 因为 人体医学多巧妙 这种事你就不用跟他谈 所以这种病呢 然后病如果不许治 他认为你这个没有办法治我 他不让你治 他的病一定不会好 他就不会好了 患者如果不相信医生的方法 那个患者是不会好的 所以自知无功 就这个意思 你去治他也没有意义了 好 无德无治者自古皆然 意思就是这样 古代就很多人不信了 病相鬼成熟叫无德 嫌弃奔死者叫无治 所以病不可怕 无德无治才可怕 无德无治就是说 你心硬复杂的法 你会去寻求非常非常复杂的方法 你要相信 方法对了是非常简单 讲到这里 我们奠立了一个基础 就是鞭食就是共振医疗 这个我们刚讲那么多 从德国的研究 Moral的研究 到德国的机器 他也是用共振 到台湾的中央物理研究所 发表在美国的论文 证明人体是一个共振体 五丈六腑都是一个共振体 从我们的考古出土学 还有皇帝内经 这样我们综合去把它判断起来 鞭食它一定就是 而且这是测得出来的 遗迹测得出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 现在讲的共振医学 科学最伟大的地方是 当你解破了理论 你就可以用人为的方法 把它模拟出来 我们哪里去找鞭食啊 而且中国也尽采了 它列管的 那鞭食其实它是属于 另外一种叫稀土材料吧